香港中学生看好祖国发展 赴内地升学人数不断上升 根据最新数据 截至2021年6月中旬 2021年香港中学毕业生 通过香港中学文平市 报读内地高校的 共有4783人 同比上升近20% 创9年新高 而相反 2021年香港中学文平市考生数量 创9年新低 香港内地升学专家 乡岛专科学校校长罗永祥 从2002年起 即协助推进香港学生 到内地升学的工作 近日 他在接受中心设计者专访时表示 现在内地的学历 已成为正面增值的元素 不少学生到内地 念完有关的专业 回到香港工作 都发展得相当不错 内地毕业的学生 其实在香港受欢迎的 所以香港的国际投资大行 他的西优很多是 内地大学毕业的 大家要清楚 包括汇丰 什么高盛 那些 很多都是内地大学毕业的 所以来说 不少行业 现在内地的学历 已经是一个真实的作用 罗永祥认为 长远来看 随着内地学历的含金量 逐年提升 以及越港澳大湾区的推动和落实 赴内地升学的香港学子 将会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现在我们香港年轻的发展空间是香港 澳门 包括大湾区 那九个内地的城市 这里面就是内地的学历 当然不会有问题 而且它的关系网络会更好 而且大湾区的发展 对香港学生有什么好处呢 香港以前我们大家年前都发觉 就是香港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 但是如果整个大湾区看 我们的发展空间就很大了 在罗永祥看来 到内地升学 不仅为香港学生的个人发展提供条件 更为培养香港一国两制人才 提供了重要途径 罗永祥表示 在内地读书 可以真正让香港学生体验到内地的生活 并带给他们国家的视野 这是在香港本地做不到的 罗永祥希望 香港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 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 鼓励香港青年到内地升学 他也相信 香港未来的发展 会十分需要有内地学历背景的人才